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一接到战情 乌克兰破炮班的士兵 马上跑进炮阵地 卸下破气炮管上的卫装网 打开炮口防尘罩 瞄准接地位置 准备给来犯的俄军饱餐一顿 请他们尝一尝 乌克兰破机炮的威力 炮弹激发后还要再调整一下 确认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打击 令人好奇的是 乌克兰士兵要怎么样观测弹着点 现在答案公布 就是利用高空侦察的无人机 然而超过15个月的俄乌战争 许多前线城镇的基础建设 都已经被战火摧毁 乌克兰部队又是如何取得 操控无人机的网络讯号 而且还能掌握俄军动态的情报 种种疑问 其实得益于马斯克的 星链卫星网络服务 根据美国资深航太科技记者 默舍的介绍 星链服务是借由超过2000枚 环绕地球的低轨卫星 为全球提供网络服务 无论使用者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 都能透过这项服务连通网络 并且降低了连接传统网络 卫星的延迟性 换句话说 即便乌克兰前线战场 在网络设施崩溃的情况下 仍旧能够依靠星链的终端设备 发送讯号和基地连通 确保战地指挥所和基辅之间 不会失去联系 尤其重要的是 这也保障了频频为乌克兰 立下战功的无人机部队 能够接收到俄军部队的最新动态 提前部署打击计划 乌克兰第59魔步旅官兵 就是一支善用无人机作战的部队 他们以小型无人机当作载台 设计出多种可以携带手榴弹 或是破爆弹的载弹器 然后装在无人机的机肤位置 就成为一种既可以空中侦察 也能打击对手的 简易查打一体无人机 现在部队接到命令 第59魔步旅官兵 完成无人机装弹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 就要执行这一次的战斗任务 无人机直接飞往接敌的第一线 先在空中寻找敌军目标 发现了一支俄军机械化步兵乘坐装甲车 正在前往战场的路上 乌克兰第59旅的无人机 飞在这支车队的上空观察部队的行进方向 同步执行瞄准和投胆任务 就在悄无声息之间 突然闪出一道橘红色的火光 并且窜出浓烟 一辆俄军装甲车正式宣布报销 也把跟在后面的部队吓得赶紧撤退 西方军事观察家就分析 影片说明了俄军这支部队 根本没有作战的准备 因为一支训练有缩的部队 必须以碎形任务为优先 而不是依照生物的本能往后退 如果说乌克兰的部队 在使用无人机的技术上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实也不算是自吹自擂的夸大其词 只不过要是没有正确的情报来源 想要精准打击俄军 也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人们好奇的第二点 就是这些情资究竟从何而来 欧洲和美国的媒体为此 透过多方管道 终于揭开这项疑问的神秘灭杀 原来在全球各地 有一支名为网络游击队的乌克兰支持者 尽可能在网络上 为乌克兰政府提供必要的帮助 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网络骇客 没有人知道网络游击队 到底有多少人 有传闻说 这个团体至少超过2000人 而且没有人知道 他们各自的动机是什么 从最简单的 瘫痪俄罗斯部队的线上通讯 到使用复杂技术 入侵官方网站都有 借以获取俄国部队 在军事部署和行动上的 极机密情报 根据一位匿名接受采访的队员透露 尽管乌克兰政府 并没有为网络突击队 成立一个统筹行动的 指挥协调单位 但是他们却能在 各做各的情况下 完美地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 尽管也有资安科技专家 提出警告 网络游击队的做法 已经逾越了国际 对网络安全的许可范围 而且他们的行动 有可能适得其反 不但会引起 俄国骇客的反击 甚至会升级 俄乌冲突的情势 到头来 网络游击队 有可能出自于好心 却办坏的事 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 专栏则指出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出现一种很不协调的面貌 就是从俄乌两军 在东部和南部 挖掘的豪宫来看 双方看似打一场 传统意义上的大部队决战 但是从无人机等 射击网络与 指管通勤的较劲中 两边又在资讯战上 互别面而投 这样一场融合传统 与现代形式的战争 究竟哪一方更占上风 专家认为 关键因素就要取决于 谁具有比较完善 而又全面的统合能力 五角大侠官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 根据乌克兰政府高层的说法 美国及北约盟国军援的武器和装备 已经为原本焦着的战局带来改变 就连克里姆林工都对乌克兰部队 极其高效地使用了西方阵营 提供的军武装备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后续的补给工作 仍然是一项急待解决的难题 因为俄军已经加强了 对乌克兰后方的打击力度 其中也包括新形态的网路资安攻击 美军网路国家任务部队指挥官 哈特曼少将也透露 在俄乌战争期间 他的部队曾先后派出43名专家 协助乌克兰资讯安全作战单位 对抗俄罗斯的网路攻击 美方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发现乌克兰资安单位 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而且也能追踪并反击 某些特定的敌对目标 减少乌克兰部队在作战计划 和情报接收上所受到的干扰 也能更精确地掌握敌军动态 采取最适当的压制行动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